顏色 支持的海洋 無窮無盡 人體的極限 無限可能 所有現場和電視機線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你現在看到的是 跨時代戰術 無限挑戰技 我是節目主持人 宇東 接下来请出我们的老朋友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大名鼎鼎的曹泽贤教授 掌声有请 大家好 哎呀 曹老师好 非常高兴就遇到你了 您这个手劲突然蹬了我一下 还是那么有力量 您平时是经常健身 以前干活留下的 会不会是因为我太秀气了呢 应该是 因为一般帅的人 可能都不太有力气 我要这么讲吗 我们今天几组嘉宾 那个一个一个都非常有力量 咱们请上第一组好不好 好 来 掌声有请第一组人马上场 有请 哎呀 二位好 大家好 我叫居心虹 今年九岁来自北京 是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 我叫居峰 是新校爸爸 今年四十一岁来自北京 你骗我了 这第一组一看就不像很有力气的 那可未必啊 我热爱国学 酷爱诗词 三岁开始学习古诗词 目前诗词量已经达到一千六百首左右 那咱现场 能不能让语东哥哥考考你啊 好的 语东哥哥 来咯 现在是考试了啊 此地 一维比 孤鹏万里争 请问下一句是什么 下一句是 浮云有子意 落日故人情 这个是出自李白的宋友人 我的天哪 我再来啊 我再来 三香酬病 冯秋色 下一句是 下一句是万里归心对乐名 出自卢伦的晚次鄂州 九岁的年纪 诗词量已经达到了一千六百多首 有没有力量曹老师 比我有力量 小新童啊 除了平时的这些诗词传统文化 极度酷爱之外 还有什么兴趣没有 我还比较喜欢绘画和英语配音 绘画好理解啊 英语配音的九岁啊 那咱们先来一下行吗 可以 我的天哪 太强了 九岁的年纪 一千六百多首古诗词的储备 同时英文还这么的六 你是怎么做到的 古诗词的话 我就是会每天 在上学的路上呢 就会去备诗词 英语配音呢 就是我特别感兴趣 就是每天晚上 就是会配一段 然后这样九而九 这就练了长爱 所以你现在的英语的能力 听说都没问题 差不多没问题 小新童啊 今天如果取得了 最终比赛的胜利 得到了无限之星 你会得到一笔祝梦基金 这笔钱怎么用啊 我打算给班里的图书脚 买一些书 因为我希望我们校园 是充满一股书香气 那今天的挑战宣言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宣富有能 为后生 丈夫为可 青年少 今天我的目标 就是无限之星 第一 舍我其谁 接下来请上90后作战小组 乍上有请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夏燕 来自陕西西安 现在呢是智维魔方训练中心的联合创始员 大家好 我叫王岳 来自西安 是一名道路高级工程师 我也是夏燕的妻子 欢迎二位的到场 刚才10后的风采实力 你们在这个台下应该也看到了 有所谷 简单地点评一下 年纪虽小 但是实力不容小觑 因为一会同场竞技 有没有胜算的把握 其实我今天过来 也是有备而来 我今天过来的目的 就是拿到无限之星 我平时喜欢阅读 然后也喜欢魔方 喜欢挑战自我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 对于这次的比赛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人家小江1600读首诗 而且现场就验证了 我也是曾经打破过7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7次吉尼斯世界纪录 对 跟魔方 以及跟那些手速 手部的极限运动相关的项目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打破的两个关于魔方相关的纪录 一个是我和我的搭档 双人共同复原一个魔方的纪录 用时是18.71秒 另外一个记录 是我一边玩的弹簧高桥 一边去复原魔方 用时是13.28秒 今天我也把这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带到了我们的现场 这个记录是我在2020年8月份 就是我一边踩着弹簧高桥 一边去复原魔方 相当于是同时要干两件事情 拿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现场你给我们来一下好不好 高桥没带着 没有问题 高桥 高桥没带 今天给大家有带来魔方了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是 芒宁魔方 也就是把眼睛蒙起来 去复原一个魔方 当然这项挑战可能会有一些成功率 会失败率 所以有可能会失败 所以今天能给我三次机会 我将用这三次机会挑战 蒙眼复原三阶魔方 首先在复原之前 我需要先观察一下魔方 把它状态记下来 准备好之后举右手示意我 我说321你再计时开始 好 没问题 321计时开始 哎呀很遗憾很遗憾 321计时开始 给我们所有人展示一下这个描表 给我们所有人展示一下这个描表 最好的时间 37秒125 我们掌声送给了不起的夏艺同学 魔方展示只是一个开胃小菜 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大杀四方的神迹了 就是华荣道 对不对 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华荣道呢 首先它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历史瑰宝 我们华荣道的玩法呢 是把这个曹操从正上方的这个位置 经历一系列的平移 移到最下方的出口处 这就是这个华荣道的复原方法 这个项目 您之前依靠个人的力量 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当时的话这项记录可以说是我挑战的 自己的个人的第二个项目 2018年的12月1号打破的记录 用时是8.468秒 但是今天呢 我将在现场再次挑战这项记录 哇 期待了啊 准备好随时就位啊 好 3 2 1 计时 开始 下一位同学 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舞台 8.468秒 就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的证书 但是在我们天津卫视跨时代战书 无限挑战机的现场 他再次向自己的世界纪录 发起了挑战 挑战顺利完成 他的用时是 最终他的用时是 7.063秒 掌声送给他 我想说一句 像华容道也好 像包括其他的 包括中国象棋 国际象棋和围棋 当我们培养孩子兴趣 有两个字 就是好玩 好玩 他们就常说啊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玩着玩着 就能玩出人生的大成就 今天夏艺同学在现场 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诠释了 太强了 再一次掌声 再一次掌声 恭喜 也感受到了您的力量 但是我发现啊 在您如此强悍的 这个实力面前 好像您的爱人 已经习以为常了 哎呀 波澜不惊啊 在我认识他的时候 就是已经领略到了 对 已经领略到了 他这方面的风采 而且这个也是比较 使我崇拜的一点 今天来到现场 如果最终的胜利 拿到了无限之星 得到了这笔 祝梦基金 这笔钱怎么用 我打算就是联系 魔方厂家 购置一批魔方 然后把这批魔方呢 捐献给一些贫困 山区的儿童们 让他们也能领略到 魔方文化的这个魅力 不但人家脑子里有大容量 人家胸怀里面还有大情怀 那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一段挑战宣言 好不好 每一次的挑战都会让我倍感兴奋 乘风破浪迎接挑战 今天的无限之星 非我莫说 接下来这一组 还是武林后代表 我想起他们的人生阅历 人生智慧 应该可以帮助他们笑到最后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这一组嘉宾登场 有请 欢迎二位 欢迎您 欢迎您 二位好好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朱勇 曾经在新华社任记者 退休已经十年了 今年七十岁 我叫孙建琪 今年七十岁 我从医三十年 在五十岁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 学习了模特 退休以后呢 我的工作呢 就是大学中专的 模特专业的毕业生的一个考评 那刚才说到了 孙阿姨呢 从事的是这个 模特的工作 而且参加了很多国际时装周的 这种国际大秀的走秀 我们通过现场大屏幕 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好不好 来 请看大屏幕 哇 这也太美了吧 这样子的地下 在那边 我们下期待不开 我们下期待不开 可以吗 你好好指导一下我 我一瞬间 我觉得我自己好有气质 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所谓和事 我们来到这里 感谢电视台提供我们一个 与现代年轻人碰撞接触的机会 绝对是碰撞 同时刺激我们的激情 使我们能够为快乐度过每一天 尤其是我爱人 他是一个患过癌症的患者 十三年前 当他患了癌症的时候 对我的冲击 对我的打击是相当大 这里最使我记忧心的就是 当他必须从身体的脊椎部分 掉到白雪球的时候 浑身难受都不想活了 但是他挺了过来 他讲的一句很好的话 我们每天发愁 我们每天痛苦 我们每天和疾病作斗争的生活 还是我们每天快乐的 向往着明天 激情的活往每天 美丽的活往每天 最后我们选择了第二种活法 于是在这样快乐的心情指导下 在医生医术的治疗下 他重新走了回来 无论是叔叔还是阿姨 二位能来到现场 就给我们这些晚生后辈 做足了榜样 生活态度 面对困难的时候 那种精神面貌 太棒了 活出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那个样子 我相信二位今天在舞台上 给我们好多好多人都带来了 很大的触动和启发 所以今天在现场 我们太期待您二位的精彩配合 和上架的表现了 那今天您来到现场 二位谁作为挑战者 谁作为助理团成员呢 他是挑战者 我是助理成员 再有两个小问题讨教一下 如果获得了最后的无限之心 拿到这笔祝梦基金这个钱怎么用 千里之行 史一足下 想想地投入 多买一些科技的书 祝我们的年轻一代 下一代 掌握更多的知识 二位今天最后的这个挑战宣言是什么 长江后浪推前了 后浪助前了 走向世界 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里 我们的三位助梦团的嘉宾呢 各位助理呢已经是各就各位了 在比赛开始之前 还是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一轮的选择 压分的时段了 仔细地看一下自己手里的卡片 谨慎地挑选一张 扣在桌子上 我们首先为大家揭晓我们的一灵后代表 心虫的爸爸 这一轮选择的分值是 我选择的是300分 先观望一下吧 不贸然出手 对 好嘞 谢谢您 来 有请第二位 我选择的是100分 因为我希望夏宴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 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我们来看一下阿姨您这边的选择 我选择400分 一共为大家准备了五组主题提醒 第一轮到底选哪一组 三位请看大屏幕 阿姨请谨慎选择 好 我们选第一个地理和历史 因为你比如影视 音乐 什么数学 搞文学的数学不好 完了 科技 生活的我们 都接触的不是很多 电影也不怎么看 所以地理和历史不会改变的 我是这么想的 曹老师您点评一下阿姨的选择 我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想说说 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些认识固化了 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是个文科学者 喜欢数学物理 很多学者反过来也一样 接下来我们的阿姨已经选择完了 本轮的主题提醒毫无疑问 就是历史加地理了 无论是10后的选手 还是我们90后的选手 必须要无条件地应战了 我们看到我们的三组人马 已经在赛道上各救各位了 到底谁能在这一轮率先的夺门而出 咱们一起期待 好了 我们的三位选手 已经在赛道各救各位了 听我的口令 321之后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请各位选手把耳机带上 321比赛开始 有5000余种植物生长在西双版纳 茂密的原始森林中 因此形成了一座热带植物的天然基因库 所以西双版纳被称为什么和植物王国 第一题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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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C第一题 因为西双版纳地理位置和它的气候条件 都是非常特殊的 所以有很多稀有的植物在那里生活下来 所以它的各种各样的丰富的植物的存在 正好说明它是绿宝石基因库 在古代行星问斩 一般会在哪个节期之后执行 第二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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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题答案是B秋分 吉林雾松什么 桂林山水和长江三峡被称为我国的四大自然器官 加油 山泽 第三 山云南石林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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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林 石林 不行 这脚不行 不行 这脚不行 当我踩上去的时候第一脚第二脚还不觉得怎么样 第三脚就已经开始觉得疼了 到后来那就越来越疼 朱老师别着急啊 还要坚持 刚开始怎么就能掉链呢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移 是受到哪个历史事件的影响 B八王之乱 据历史记载 西晋时期因为皇室争权 形成了长达16年的战争纷乱 所以使得人口大量的为了躲避战争 就迁徙了 世界上唯一没有蚊子的国家是 第五期选C 考古发现的江口陈吟 是哪位明末起义军领袖的宝藏遗址 第六期选A 明末张献忠起义 他当时身上有好多的银子 但是因为他要起义 不方便携带这些银子 于是就把他们扔到江里 然后呢 等起完亿再把他们捞上来 但是有一些就存在了那个江底 所以就出现了江口城 古代丝绸之路起点是下列哪座城市 第七题C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当了三次皇帝的事 第八题B 我们的90后的代表 现在已经到了赛典 最后一题 如果答对就率先达到了九题 加油 赛典 杜甫的著名诗句 惠丹林绝顶 一览中山小 形容的是 第九题D 古代丝绸之路起点 是下列哪座城市 第七题C6期选A 这个题呢 当时其实选项我是知道的 但是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脑子跟着跟着就跟跑了 跟到了六选项 唐代诗人杜姆写的 过滑青宫绝聚三首诗中的 一记红尘非子笑 无人知识荔枝来种荔枝 是通过唐代建造的荔枝骨刀运输 地区出产的荔枝 第十题B 好大 我第一 我实在是有点坚持不下来了 第二 我觉得年轻人真厉害 在短短的时间就答对了九道题 真是后生可为啊 可以说你是大比分胜出啊 我觉得还不够努力吧 因为真正我们要进入最后的总决赛 面对的可能是一些更高水平的人 所以我可能也会以更高的一个要求来 要求自己 来 请到我们的这个赛区 做好准备啊 第一轮结束之后 现在呢 为大家播报一下 我们现场各自方阵的成绩 来 有请我们的一零后代表 一千二百分 我们目前的分数是一千二百分 我们的分数是六百分 在第二轮开始之前 我们的三位助力团的嘉宾 现在要选择压分了 接下来三位助力团的成员 请谨慎地思考 逐一地为大家揭晓 你们扣在桌面上的这一张分值牌 有请我们的一零后代表 我是二百分 因为我还是想求稳 来 有请九零后代表 为我们把您的这个卡片插在卡槽里边 我这次选择的还是一百分 阿姨 到您了 我是六百分 各位 有没有发现一些端倪 两种情况 本轮守类成功 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 类主就将直接瓜分其他两位的分值 其他两位的分值的总分加起来才三百分 阿姨告诉我 您现在的总分值是多少 六百分 如果加上三百分等于多少 九百分 还跟人有距离 好的 二位 你们输掉了手中的本轮的两百分和一百分之后 剩下的分值各自是多少 我们是一千分 我是一千一百分 各位 即便本轮的类主 我们的朱叔叔最终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他依旧没有办法晋级后一轮的比赛 您刚才第一轮的表现 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了 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来到天津卫视 来到跨时的战术 无限挑战机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什么收获呀 这个节目很有收获 看到了年轻的一代 茁壮成长 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智慧 当然我一开始觉得不遗憾 因为他喜欢这种竞技 已经尝试过了 但是下了台以后慢慢地想 还是挺遗憾的 但是一次就被淘汰了 应该再来一次 再争取一次 那到这个时刻为止呢 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决胜局 在比赛开始之前 依旧到了抢夺选题权的时刻了 因为两个人的分值 都是一样 所以咱们按照国际比赛惯例吧 石头剪刀布的方式 好好好 没有问题 一把成 来 三二一开始 开始 好来请看大屏幕 刨除地理和历史 还剩下四组题型 仔细地选择 那我选择生活加科技吧 规则很简单 为二位准备了九道题 九道题 谁率先答对五道 谁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获胜者 方式是抢答的方式 规则明确吗 明确 明确 请听第一道题 坐进汽车或者有汽车从你身旁驶过的时候会闻到浓浓的汽油味 这属于什么现象 三二一 请抢答 第一道题就把两位都拦住了吗 这丁达尔现象吗 回答错误 小朋友要试一下吗 不太 放弃了 清紫 我就放弃 好的 这个现象物理上叫扩散现象 其实就是气体在四处运动 因为分子一直是在保持着运动状态的 第二题 预险人员转移时应该留下一些信号物 以便救援人员发现 下列选项当中 哪个是指示行动方向的 A 三根木棒树立摆放 B 两根交叉的木棒 C 小石块垒成大石堆 在边上再放一个小石块 D 三块岩石重叠摆放 二位选手请强大 四鱼 四鱼 哥哥这边率先抢到了麦克风 并且给出了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C 恭喜 第三题 人体胃液的pH值是0.8到1.5 唾液的pH值是6.5到7.5 请问 在下列的液体当中 pH值大于7的是 三个答案 A 人体血液 B 浙糖溶液 C 诚之请强大 A 率先达到了 抢到了这个麦克风 给出的答案是A 确定吗 确定 正确答案就是A 恭喜 第四题 请听题 鲜馅汤汁满口来 底后交哭是败品 请问是对 哪种小吃的评价 A 蟹黄汤包 B 生煎包 C 锅贴 D 尖角321 请强大 我的答案是B 生煎包 恭喜我们的10后小将 回答正确 第五题 小白兔白又白 两只耳朵竖起来中的小白兔 他的眼睛为什么是红色的A 视网膜的颜色B 红膜的颜色C 角膜的颜色D 血液的颜色 请问正确答案 请强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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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血液的颜色 哥哥这边还是快人一步 正确答案就是D 血液的颜色 恭喜 请听第六道题 燕窝是中国自明代以来 开始被实用的传统名贵实体 请问燕窝是谁的潮四个选项A 金腰燕的潮B 白腰宇燕的潮C 燕燕的潮D 金丝燕的潮三二一 请强大 对 金丝燕的潮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金丝燕的潮 恭喜 南亚的 目前场上的比分 90后4比1 暂时领先 接下来请听提 你知道肥皂泡在破裂的时候 它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吗 四个答案 A 两摄氏度 B 二十五摄氏度 C 两万摄氏度 第六万摄氏度 三二一请强大 谁率先给出一个答案啊 快点快点这是抢大题 我摸一个C 您这边的答案是 B B 正确答案是 一般的肥皂泡嘛 就是说如果它不破裂的时候呢 就是你环境是多少温度 就是多少温度 二十来度左右 但是呢一旦肥皂泡破裂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有一部分表面能 会转换成热运动 那个瞬间呢 如果计算一下 那个时候水分子的 平均运动速度的话 就是对应的温度 大约应该在万分左右 因为这个硕是不缺切的 取决于具体的什么样的肥皂膜 多大的 正确答案是C 恭喜小朋友 恭喜恭喜恭喜 加油 多多加油 好 九道题的机会 转瞬即逝 来到了第八题 请听题 营养学家分析了各种蔬菜的成分 下列哪种颜色的蔬菜 其营养物质是最低的四个选项 答案A 红色蔬菜 答案B 白色蔬菜 答案C 绿色蔬菜 答案D 黄色蔬菜 321 请抢答 B白色蔬菜 正确答案就是 蔬菜中的营养含量 由大到小的排序 应该是绿色大于黄色 大于红色大于白色 正确答案就是 B 白色蔬菜 恭喜九两号 二位选手 请随我来到后台 今天的整个我们的比赛现场 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小朋友 心童表现其实整个的过程 都非常好 来跟宇东哥哥激个掌 耶 希望下次有机会 我们还能看到你的身影 好不好 好 好吗 加油 心童加油 加油 今天虽然我没有拿到无限之星 但是我觉得 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在完成了 轻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我还会继续努力的 加油 没有任何悬念了 我们本期节目最终的获胜者 就是我们的90后的 这一个作战小组 恭喜他们了 他们就将如愿地 获得我手中的这颗 无限之星的勋章一枚 来 我代表我们的栏目组 颁发给您 恭喜了 恭喜 谢谢 其实今天能赢的这场比赛呢 首先我也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开心 当然呢 我遇到的每一个对手 我都非常的尊敬他们 因为他们在支持的储备量 上来说的话 可能并不逊色于我 可能咱们比赛是比拼一个综合能力 所以说我觉得两位选手 我都非常的尊敬 谢谢 谢谢 再次恭喜我们今天的获胜者 也谢谢我们的曹老师 再次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下期同时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视频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